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鱼干油跟鱼油的不一样 谁比较健康,你应该要服用哪一种 首先我们看一下鱼干油 鱼干油它是大西洋、雪鱼、肝脏抽取出来的油 然后鱼油就是富有油脂性的鱼综合来的一种油 像鲑鱼、沙丁鱼、鲸鱼、鲜鱼、鲜鱼、凤尾鱼 它们两个都含有Omega-3就是EPA、DHA 它们都是对于免疫系统有帮助 神经系统、我们的血液、抗炎性 而且对我们的心脏很好,也对我们的脑很好 你也可以从其他地方来摄取Omega-3 像Walnuts、核桃、还有亚麻籽、还有其他的坚果 但是不一样的就是 它们含的Omega-3是Omega-3的前提 叫做ALAα亚麻酸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Omega-3 只有一小部分的ALA就是Omega-3的前提 在我们身体里面转化成Omega-3 你也可以从一些浮油藻类来摄取DHA 那我们比较它们的Omega-3的含量好了 鱼肝油它的EPA有8个percent 鱼油它的EPA有18个percent 是比较高一点,但是也并不是说非常的高 那DHA鱼肝油有10个percent 鱼油有12个percent 几乎是很相近 但是这里的好处就是鱼肝油 它有含维他命A跟维他命D 而且鱼肝油含的维他命A跟维他命D的比例 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很好的比例 这两种很特别的维他命 能够支持我们的免疫系统 而且因为它们是脂溶性的维他命 它们可以进入穿透我们的细胞膜 那我们的细胞膜大部分都是由脂肪组成的 它可以穿破细胞膜进到细胞里面 去操作操纵细胞里面的DNA 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作用像一种荷尔蒙的前提 非常有力非常有效的 所以鱼肝油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食物食品 你可以来补充维他命A跟D 就像草适的牛肝 草适的奶油 野生的鱼 像鲑鱼 还有蛋黄 还有其他的优质的油脂 都会含有这些维他命 维他命A的好处包括我们的眼睛 它能够预防夜盲症 还能够帮助我们视网膜里面有一个叫做黄斑的地区 能够帮助我们的眼睛 它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 能够预防肾结石 但是这个研究是对于在草适牛肝里面的维他命A做的研究 并不是鱼肝油里面维他命A的研究 所以虽然都是同样的维他命A 但是在不同的来源 不同的食物会有不同的作用 但是确实的鱼肝油里面的维他命A 是对我们的眼睛很好 特别是夜盲症的人 维他命D能够帮助降血压 减少压力 改善哮喘 气喘 还有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 避免皮肤病像湿疹还有肝癬的问题 也会提升我们整体的心情 因为它有抗压力抗忧郁症的效果 你如果住在很冷的地方 不太有太阳的地方 或者是你一整天都在办公室里面 没晒到太阳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服用鱼肝油 或者是其他维他命D3K2的补充品 而且我们身体需要这些脂溶性的维他命 来运行其他的维他命像钙质 因为很多其他的宽物质维生素 都需要这些脂溶性的维他命来一起运作 所以他们才叫必须脂肪酸 Essential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脂肪酸 而且当你从植物身上来摄取这些营养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摄取到足够的量 也摄取不到好品质的量 所以品质上已经不够好了 加上量也不足 比如说像植物里面的维他命A好了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维他命A的前提 并不是真正的维他命A 我们身体需要把植物里面的维他命A 转化成我们身体可以用的维他命A 这是非常微量的 大概不到5%可以真正的被转化成 我们身体里面在用的维他命A 因此品质上来讲有些地方我们是需要动物性脂肪来给我们身体最好的营养 那当你在挑鱼干油的时候呢 传统的制造方法他们会把那些鱼干油去加热 加热到200-400度华氏 6个小时左右 然后再去抽取 这样的过程杀死了里面很多必须脂肪酸 因为那些必须脂肪酸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纤细 要好好地去提升它 我们不要买那些被加热过的 当你在挑鱼干油的时候 你要记得注目这几个字 一个是原生 就是RAW 特级冷压 Extra virgin 还有Wild Caught 野生 还有你要注意一下 它没有再去添加 外来添加维他命A跟维他命D 我们要鱼干油自己里面有的维他命A跟维他命D 那样才是最好的 还有当我在搜索做研究的时候 有一个牌子叫做Blue Ice 蓝冰 它是fermented 就是发酵的鱼干油 那我不确定它是用什么方式去发酵的 因为它的网站没有指明 我的疑问是 基本上你不能发酵一个油脂 你能够发酵碳水化合物 但是我不确定你怎么去发酵油脂 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而且我没有看到任何研究报告 关于这样子的产品 当你在挑选的时候 虽然会比较贵一点 但是你要买的话就是 调真正有品质有质量的原生特辑冷压的制作方法 还有野生鱼的来源 好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话题 谢谢观赏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